进来 跪下 陛下 老王 你可听好喽 皇帝陛下亲自审问你 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许胡说 陛下 你叫什么名字 王老六 刚才在牢里喊什么呢在 陛下 要为小米做主啊 这家 这口太沉了 我实在受不了 我实在受不了啊 我受不了啊 陛下 把他的铁铐除下 是 来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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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皇帝陛下啊 王老六 他们为什么要跟你上这么重的铁铐啊 陛下 回禀陛下 此犯极不老实 出去 凡是 凡是狱里的人都出去 都出去 是 王老六 不用 不用 不用怕 有什么说什么 陛下 我是想死也死不了啊 我是偷了一袋粮食 那也是饿得没有办法呀 我全家老小六口人 我全家老小六口人 半个冬天没有一粒粮食吃啊 陛下 你慢慢说 我被抓进来以后 他们就给我 带上这家 这铐 疼得我呀 真宿真宿的睡不着觉啊 我实在是疼 老伴儿来看我 今夜说 要向宋之家 要叫取正寇 得叫二十罐钱 陛下 我家里哪有二十罐钱呢 我老伴儿看着我直哭 他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今天开春 我的二儿子也饿死了 陛下 陛下 你 你在这儿关了三个多月了 快四个月了 朕问你 你在这里关了三个多月了 见没见过 斜对面那个牢房里 关着的犯人薛强啊 薛少爷 见过 他是怎么死的 听说是病死的 他病的时间很长吗 他死得很快 你怎么知道 陛下 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什么声音都听得见 薛少爷临死的前两天晚上 我还听见他在牢房里走动 你肯定是他吗 是他 是他 他一个人关一间房 大伙都说 怎么薛少爷 若死就死了呢 你现在有什么看法啊 陛下 微臣确有失察之罪 京师大域管理混乱 敲诈勒索之风剑起 若不加以管束 势必引起大祸 身为刑部上书 微臣 今日十分震惊 京师大域 从即日起 当严加整肃 以彻底杜绝一切危害刚纪之弊端 至于薛强一案的复查 绝不可敷衍了事 薛强是不是真的死了 究竟是不是死于瘟病 都还尚存疑问 倘若 倘若真有暗度陈仓之事 不仅京师大域的所有涉案人员 必须严惩 刑部官员 乃至微臣本人 都难辞其咎 臣愿赴京请罪 听候陛下处置 薛家的人传到了没有 传到了 薛家的管家已在外面等候 把这人给放了 多谢皇上大恩大德 王老六 回去吧 谢谢皇帝陛下 谢谢皇帝陛下 把薛家的人传上来 是 带上来 小民张寿臣拜见陛下 你是薛家的管家 小人是 薛世明上哪儿去了 我们家老爷外出经商 已经派人 连夜赶赴河北通知 不日即将返回 薛强到底死了没有 陛下 薛强 确死无疑 埋在哪儿了 埋在薛家墓地 薛强的棺材里有尸体吗 自然有的 朕 要下令开棺验尸 可以不可以啊 陛下 可万万使不得啊 为什么呢 陛下 掘墓报尸 自古大忌啊 我们家老爷外出经商 小人 小人实在不好做主啊 不 该不是那个墓里头是个空的吧 啊 陛下 那真是薛家公子薛强之墓啊 那你就是在阻拦阵了 啊 陛下 小人不敢 但是 小人也不敢承担哪 放死 你以为陛下是在同你商议吗 开尚书寒渡御史 微臣在 明日上午开棺验尸 遵命 此案说复杂也复杂 说简单也简单 你们 关中有诗 一切好说 关中无诗 一查到底 岂不痛快 是 你们跟我说实话 薛强 究竟死了没有 开大人 有些事情 一言难尽 什么一言难尽 入恋的时候 他倒得誓死誓活 开大人